鄉親引頸期盼 新竹客運5658路線公車 開進火車站前方 因為這已經是新竹客運 最後一天在苗栗境內行駛 將近30名鄉親特地來搭車 做了好幾年 從小孩子做到現在 現在要停止 我們是心裡有守不得 所以我今天要來做最後一班車 從小做到大很有感情 然後今天最後一次 最後一天一定要來看一下 新竹客運從9月16號起 12條在苗栗的路線全面停駛 有人帶著一疊同情月票票根 要跟回憶說拜拜 也有人秀出舊照片 黑白照片上 媽媽帶著小孩搭車 當時車門旁邊 還有一名車長小姐 新竹客運給鄉親帶來滿滿的回憶 像以前我們去苗栗念書 然後人家去苗栗看醫生 買菜那些 都是做新竹客運出去 雖然新竹客運帶給銅鑼鄉親們 滿滿的回憶 但如今搭公車的乘客 已經寥寥無幾 新竹客運貼出公告 不堪長期虧損 苗栗縣境內公車 營運至9月15號 原有路線改由其他業者 接手營運 明日新聞邱俊昌 苗栗報導 新竹客運輯 我們看見你